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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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边 来人 运转 什么声音 运转 进去看看 快来人 跟我来 运转 你们几个 上去查看情况 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带走 你们干吗 不是我 跟我没关系 别挣扎了 说吧 为什么谋害宁运转 我真的没有 我去的时候 宁运转已经被害了 我们已经派人在学院里 调查过了 有人说 看到你一个时辰之前 便出没在藏书楼附近了 那是污蔑 是谁 我要跟他当面对峙 把你看到的 都说出来吧 一个时辰前 我在藏书楼附近等人 就看到 就看到凤舞进入了藏书楼 我没有 我的丫鬟可以给我作证 我一直在女请楼里面 根本没有出去过 你自己的丫鬟 当然向着你 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我没有污蔑你 我是确确实实地看到了 下去吧 嗯 事到如今 你招还是不招啊 我没有做过 我为什么要招啊 宁丸不灵 等一切水落石出之后 叫学院查办 喂 我没有啊 哎 谋杀宁院长 不可能啊 绝对不可能 凤舞妹妹怎么可能 做出那样的事情啊 我们都知道她不可能 可现在所有的证据 都指向了她 我们觉得可不可能没有用 这样的危机时刻 君殿下到底在哪儿啊 八成被困在军武神殿 出不来了 此事牵扯甚大 我外祖父 连同夫子 全被请去了玄武大厅 至今还了无音讯 那我们也不能就这样 坐以待毙啊 你先别急 我们大家一起想想 总会有办法的 小五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他 被关在学院的面镜室了 据说 那面镜室 贴满了压制灵力的符咒 凤舞妹妹在那儿里 肯定特别难受 小姐 小 小五 我 你怎么样 你来这里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救你出去啊 我不能走 我要是走了 就更说不清楚了 可这事发生得如此蹊跷 如果还是没有证据的话 他们定会把所有罪名 加在你身上 到时候再想跑 就来不及了 反正 我就是不能走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呢 你拿着这个去找军灵院 如今 只有你们两个一起想办法 才能还我清白 我要是这么走的话 美人娘亲 丘陵 还有你们 都会被我牵连的 你等我 喂 刚才你说我们是朋友 我是不是听错了 能不能别提了 我现在好恶心 要不是看在奉我的面子上 我早就让他们把你抓走了 露出你假人假意的 真面目了吧 所以你的计划是什么 还不是得求我 计划我室友 但是得靠你的配合 好 想不到你的这些小伎俩 竟然真的有效 那是 真凶得知自己的目标 居然还活着 一定不会罢休出来补刀 这可是杀敌常识 你连这都不知道 想学以后教你啊 是可耻之吧 拿下 暗夜幽庭的招法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家伙也太强了吧 单打独斗 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注意 吴槿人 发生什么事了 事到如今 我也不用再隐瞒了 没错 明院长是我杀的 这件事情 我定会给军武学院一个交代 你到底还想干嘛 把凤武带到藏书楼来借我 我有话要同他说 凤武 凤武果然是跟你一伙的 凤武